2012年由东盟发起 历时八年由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 共十五方成员制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于2022年1月1日生效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 中国东盟首席商务专家 RCEP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解读RCEP生效实施对中国东盟合作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 许宁宁介绍 RCEP对福布贸易和投资贸易有许多便利化、自由化的条款和内容 对推动中国东盟合作非常有利 随着RCEP正式实施 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会在以往自贸协定框架的基础上 获得更多市场深度融合的新机会 与此同时 许宁宁也认为 RCEP生效后将对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在当年世界经济增长亮点方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比RCEP还要大的事 因为它毕竟是由这个30%的全球人口 30%的全球贸易规模和30%的全球GDP的规模 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贸贸区 许宁宁称 RCEP生效实施必将推动中国和东盟合作走向更高台阶 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合作伙伴 RCEP生效实施使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 而构成这种引擎的动力主要是中国和东盟 在许宁宁看来 RCEP不仅可加快区域各国之间经贸合作 而且也有益于吸引域外企业在RCEP国家投资 RCEP实施将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新发展阶段 成员国将以相互开放市场来开发区域发展潜力 促进区域经济富足增长 共同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 许宁宁指出 RCEP实施后成员国融合发展将有益于地区稳定 相互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当前RCEP个别成员国跟中国的关系遇到一些问题 在实施RCEP过程中希望尽快改善双边关系 增加木林友好 共同推动RCEP建设 RCEP的话 这个FTA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是我们遵循经济规律而达成实施的 所以的话如果个别国家 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不胀 当前不是很友好的情况下 在政治上面 希望尽快改善双边的政治关系 这个增加木林友好 这个共同的来 使得RCEP的生肖 达到它的预期目的 使得这个协议 产生实实在在的 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